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他昨天還在別的地方 今天就飛來了 錄演嗎 對 錄演到處 所以看到那麼多熱情的影迷 還有媒體朋友很多人都來支持 我覺得謝謝 因為這一部戲呢 隔了四年 是的 我們終於來了 謝謝 是 掌聲鼓勵 謝謝Eddie 有一場戲就不說了 因為在電影裡面才看得到 所以大家去電影院看才看見 是 那嘉惠哥覺得Eddie有什麼樣的轉變嗎 這幾天 因為我從認識他開始 順手一天了 我覺得這是一個緣分 我覺得很 很愛護他 是 不知道為什麼有這種感覺 但是歷年來 看著他一直一直的 一步一步的 慢慢走過來 一直在進步 一直在很努力的去學習 我 老懷大衛 老懷大衛 是 反應 老懷大衛的意思應該就是 沒有意思啊 沒有啦 很安慰 安慰很感動 很安慰很感動 是的 不過說真的啊 這一次在片中的感覺 好像很多戲都非常的嚴肅 不過在拍片 警察的內部的鬥爭 對 那也不能夠太開玩笑 在現場的時候 大家都是滿嚴肅的 但是導演是給我們很多空間 尤其佳輝大衛一拍戲的時候 可能前面 他在上戲的時候 就已經在那個狀態 嗯 所以在拍之前 我們都會 有很多的 走戲啊 跟討論 然後希望在 這一場戲裡面 就算沒有台詞 也要把這個講好 也要把這個演好 就各種各樣的都有可能 很專注對不對 前輩的典範 那佳輝哥 聽說你在現場都會常常 為大家吃東西 是不是 就是買一些零食啊 之類的 沒有 那個 其實買一些糖果啊 零食啊 零食啊 但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有機會享受到 只是那些不專注的 不專心的 我才會發 因為我這邊發東西的話 他們不完全不專注 他們都會跑過來我這邊 跑過來以後呢 我就 大家都在這裡 我們看一看 Monitor 看看剛才的回放 他們就會變得很專注 他們就明白我的意思 但是Eddie應該不能吃吧 對啊 他從來沒有吃過我的零食啊 我其實 都偷偷吃 偷偷吃 但是還是有QB的感覺 有常健身嘛 還好這一部不用脫嘛 對啊 可是這樣看起來 還是非常厲害的感覺 有穿衣服都看不見 都是 是的 所以意思是 沒有啊 平常就不用擔心這個問題了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免事 要推薦一下 到底這個韓戰鵝當中有哪些最令你難忘的一些戲呢 這兩位這一次演出韓戰鵝的時候 哪一場戲很深刻 或是讓你覺得 有點挑戰了 就算是讓你拿了影帝這個角色 沒有 這一次韓戰鵝的確是增加了我們富之良的戲份 而且每一場都帶有比較濃的那種情感 從第一場接觸到一直到最後一場 那所以 一個警匪片 一個講警察故事的動作片裡頭 有這樣的富之情感 是 是 會讓觀眾更投入的去看一個這樣子的商業動作片 是 而且在片中這個 如果還不夠 還有叫他小弟我 還有佑佑 因為他現在在工作 要不然他也會來宣傳的 所以 這麼多 還有很多很棒的演員 都是一起加入 然後呢 這個是良心製作 因為一個劇本 花很長的時間去 去寫一個續集 我通常覺得續集是很難超越第一集 但這一次絕對會讓大家滿意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的去支持好的電影 好 謝謝 Eddie 那 Eddie 佳輝哥 推薦一下 而且最能夠說出父親的話 心裡的話 其實我也覺得是這樣子 雖然通過四年 四年某一間 我保證你們看完韓戰二的時候 肯定會追韓戰三 是 掌聲鼓勵 謝謝副指導